那一整天 魏英都是鼓着腮帮子 脸色也阴沉沉的 尤其是她回到家 打开手机 全世界的女人都在喊她男朋友老公 魏英这胆汁都涌上喉咙了 苦得呀 晚上 她饭都吃不下 窝在被子里 未尝则以为她生病了 可家庭医生看过了 说没事 可能是学业重 累着了 让她多加休息 爸 您出去吧 我想睡觉 坐在床边 一脸担忧的魏长泽 也被人赶了出去 这孩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学会有心事了 以前他可是斗眼的小事都跟我分享的 在妻子的安慰下 魏长泽的心情还是失落 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流失 那天 半夜 魏英还在等人的电话 蓝忘机是拍完夜戏 收工了 从助理手上拿回手机 才看见魏英给她发的信息 让她务必今晚一定要给她回电话 否则她就不睡觉 此时 已是凌晨三点 蓝忘机来不及卸妆 找了个无人的角落 拨通了某人的微信视频 对方秒接 透过手机屏幕 蓝忘机第一眼就看见了那双红的发肿的眼睛 心脏顿时一阵紧缩 慌得手机都差点没拿稳 魏英 发生什么事了 你生病了吗 哪里不舒服 魏英一开始没说话 只是看着手机上的人 看着看着就哭了 蓝忘机这心就更急 魏英 你乖 别哭 你说话呀 蓝忘机 你会抛弃我吗 蓝忘机 一头雾水 这坠坠不安的语气 到底是阴和 魏英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嗯 蓝忘机减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缓不及 两个人若是一起着急 估计这话就说不清了 你明明是我的 少年抽气着 眼泪哇哇直流 蓝忘机 我不要你红了 我要把你藏起来 不许别人叫你老公 也不许你看别人 那么多好看的女生 你要是喜欢上了别人怎么办 你还和女生牵手 我看见了 你和他有说有笑的 某人边哭边说 灵灵碎碎的 大概一死懒忘机听明白了 小家伙是看了网上的热搜 生气了 那个剧照 他也不知道是谁泄露出去的 自从来世的广告出来 他莫名其妙就红了 不仅如此 他还多了一个名字 叫老公 真是服了这些花痴女人 魏英 那是拍戏 不是真的 隔着手机 蓝忘机也是有力无处时 其实魏英很好哄 抱抱他就不难过了 可是现在 抱不了 不是拍戏 网上都在传言 你和女演员假戏真做 不拍戏的时候也牵着手 你还对他笑 你对我都没有这么笑过 蓝忘机 你是不是对人家动心了 蓝忘机 此刻 他也想哭 实时的真相是 导演觉得他在戏里对女演员不够入戏 所以让他在戏外和对手培养感情 多聊聊天 那些路透的照片 不知道是给哪个狗仔偷拍的 就成了他和女演员在镜头之外也很腻歪 疑似两人动了真感情 戏外比戏内还甜 而他的经纪公司 紧抓住这个热度 又吵了一番 这一个星期 整一个娱乐圈的热度都给他大平了 他这心提着 就怕魏英看见了 没想到 这一刻还是来了 蓝忘机 你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我 我们恋爱 是我强迫你的 是我心喜欢你 不是的 魏英 不是这样的 蓝忘机急切反驳 魏英这样子 他很心疼 少年一向是自信的 自信的紧乎自恋 他喜欢那样的魏英 像泛着光 可因为自己的行为 让他如此不安 蓝忘机很难受 心像被压着石头 沉重的喘不过气 就是 就是 失控中的人根本听不进去 我们接吻也是我主动的 什么都是我主动的 我像个不要脸的人 缠着你 你烦了 可怜我 才答应和我交往 我还说要和你同居 要和你生宝宝 我怎么那么不要脸 乌乌的哭声 传着蓝忘机的耳边 他的心都快被人哭碎了 魏英 不是的 此刻的蓝忘机 真恨自己的嘴笨 魏英 再过两天 你等我两天好不好 我去见你 你乖 不哭 不要 你不喜欢我 我就不见你了 我不喜欢花心的男人 蓝忘机 苍天 自己十岁就把心丢了 结果偷心嘴骂他花心 魏英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发誓 我这辈子只喜欢过你一个人 以后也只喜欢你 蓝忘机以为自己这么说 某人应该心平气和一些了 结果 电视里 渣男都喜欢发誓 蓝忘机 他不得不承认 他彻彻底底失败了 败在一个名叫魏无羡的人的手里 被他吃得死死的 某人总有本领 让他哑口无言 甚至一肚子我怀疑 魏英 你在胡言乱语 我就生气了 蓝忘机是没辙了 软得不行 是是硬的 你还凶我 少年的眼线开关 就像连接着大海 源源不断 根本就没有枯竭的时候 说来就来 我不凶你 我错了 魏英 宝宝 后天是周六 我让人去接你 我当面跟你解释 兴许是这一声宝宝起了效果 某人的眼线开关 稍稍关了那么一点 那我要很早很早就去 好好 天亮就来 好不好 眼看胜利在望 蓝忘机哪有不从的道理 说啥都应好了 之后蓝忘机又哄了好一话 某人才乖乖关灯睡觉 挂断电话 蓝忘机也虚脱了 出了一身的汗 戏服还没换 紧紧贴在身上 头套也还没摘 化妆师都回去休息了 蓝忘机望着一片黑暗了的临时化妆间 哭笑不得 魏英在意她 她心底自然是高兴的 只是 也有了深深的忧虑 人红是非多 因为导演临时更改了剧本 她的身份在剧组已经很尴尬了 男一号对她若有若无的白眼 她不是没看见 这一切 并非她所愿 她是想闯出一番事业 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 直到现在 她都不明白蓝西辰到底在干什么 这一次的代言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蓝是在捧她这个人 而不是为了卖车 不管是什么原因 很显然 蓝是这一次的营销 非常成功 可以说是双赢 因为蓝是 所有人认识了蓝忘机 而因为蓝忘机 蓝是的汽车 又火辣辣的哄了一把 蓝西辰 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都可以说是双赢 但是我们这次的营销 也不想说是双赢 所以我们这次的营销 也不想说是双赢